现在人因为大量的使用手机 其实常常会出现手麻 其实有可能就是玩隧道症后去 那这个疾病其实非常的普遍 不限年龄性别 你只要做了重复的动作 那就可以发生 比如大家做家事 或者是大家用滑鼠打字 那当然他现在滑手机 都有可能会造成类似的症状 当然每一个人对他的这个 症状的忍受度是不同 所以他不一定很轻症就会就医 我们举个例子 像大学生呢 因为这个同学相邀呢 就去办当劳打工 他就两天就跑来了 因为他不会用拖把 他的拖把压在他的手腕 那这样就是一个玩隧道症后群 那首先我们可能必须要让大家知道 什么叫做玩隧道症后群的隧道 这个骨头跟肌腱的结构 我们叫做隧道 那下面其实总共我们在手腕处有三条神经 中间正中神经会穿过这个隧道 那里面他负责最重要的功能就是 拇指 食指 中指 还有无名指的一半的感觉 所以呢当你神经受到压迫的时候 这些指头就会出现麻木的症状 那在晚上睡觉 因为咫尺的关系 因为水肿的关系 所以特别容易产生症状 甚至被麻醒 所以这时候你就必须要来就医 不过这个疾病不是只有感觉的异常 麻木刺痛 它也负责我们大拇指的这一块肌肉 所以当你持续的不理理会 最后当然就会造成你的手指的动作僵硬 甚至会造成萎缩 那这个时候呢 就变成你不接受外科的治疗 可能没办法解决你的症状 它基本上是一个反复 动作造成的一种伤害 如果你的姿势没有获得改善 或者习惯改变 基本上还是会复发 所以大家还是要从日常生活的 手腕的保健来做起 手麻是不是就一定等于 碗隧道症候群 你只要把你的手弯成90度 或者是倒着弯90度 一下子就会出现这三指半的麻木 那基本上你就要高度怀疑 你这个隧道是窄的 那一旦有这个症状 还是建议回到门诊做一些 神经的测试 甚至做一些神经传导的检查 就可以确定神经也没有受到压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